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นี่ ทานเรื่อง ด้าวลูก elevator หมู่บ้านแห่งหนึ่ง มี 2 ตายาย อยู่กับแม่ไก่หนึ่งตัว และลูก�로อีก 7 ตัว ตายายเลếงดูพวกมันเป็นอย่างดี วันหนึ่งมีพระมา ตากรับยายจึงพากันไปกลับว่าย และกลับมาคุยกันว่า ครุ่งนี้จะทำอาหารอะไรไปถว 항상คุยพระกันดี ผักที่ปลูกไว้ก็ขายหมดแล้ว ตาย retailers บอกว่า 我们将会感到的与其他妈妈给做的事 妈妈给给了一切 就在心里 就像她们说了 儿子七个人 是最后一段时间 我会感到的与其他妈妈给了 当晚我跟妻 就感到的与其他妈妈给做的事 妈妈给了一切与其他妈妈给了一切与其他妈妈 所以说 如果没有妈妈 我们都在一起 我们会感到什么 我们会感到的与其他妈妈给了一切与其他妈妈 在这故事中 我们可以学到十个泰语单词 现在让我们来一起跟着读吧 有一只母鸡和七只小鸡 很用心饲养鸡群们 和上 有一天有个和尚到访 一只小鸡和七只小鸡 那个鸡都抱在一起哭 攻斑 攻斑 火堆 黑的土投risk同仪 dd помощью 跳进火堆里 繞着 Adam 繞着 七颗猩猩 同仪 淡海 Preswd 愚昂 Dag択着 rectang 得 让它们变成了七颗猩猩 这些词语感觉不难对吧 现在让我们再看一遍故事吧 李田量 老公 老大 老公 碧 而且 一 nhà 老公 看 你看 他的 海 不 viol 打 开 uncheck 是 弥 不管 už 就是那天出發了一天 一天就像她們一樣 她們有五個月 她們都拉了一天 我快要去做了一天 她們都拉了一天 我快要去做一天 她們都說 她們都不能來 好不容易 我快要去做什麼 好不容易 那她們都拉了一天 就在她們的那天 这故事让我们知道母鸡有感激回报之心 知道如何回报恩人 同样的对母鸡有爱心和感激之情的小鸡 就像那句谚语 知恩图报是好人的标志 如果有人对我们施恩 或只要我们从他人处获得帮助 从父母老师和长辈朋友那里 如果有机会就做一些有益的事来回报 尽力去做量力而为 这一则预言故事很适合教育小孩 也可以让小孩睡前听 有深刻的教育启示哦 OK今天的学习结束了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Miss Go Go 下次见啦 再见 by bwd6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